今日,位于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,就改国民一事,与希腊达成一致,按计划,马其顿的正式国民将,改为被马其多共和国, 两国持续27年的国民之争,终于告一段落,希腊局大多数专家和主流媒体认为,希腊和马其顿就解决马其顿国民问题,签署协议对两国都有利,并具有重要的地区及国际性意义,公平和有尊严的妥协17日,希腊和马其顿之间,长达27年的马拉松争端,似乎迎来终点, 两国在借乎普雷帕斯湖的希腊一策,签署了马其顿国民问题协议,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·齐普拉斯,在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说, 我们正在迈出历史性的一步,从现在开始将只有赢家,我们将能够治愈过去的伤痛,开辟我们两个国家,也是巴尔干地区和整个欧洲和平,友谊,合作与增长的未来, 马其顿总理佐兰·扎埃夫则表示,今天我们为这个问题画上了句号,解决了长期为两个邻国,竖起发力和投下阴影的问题, 在签字仪式上,希腊外长尼克斯·科卡斯与马其顿外长尼古拉迪·米特罗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协议,仪式结束后,扎埃夫解下自己的领带,作为礼物,送给新普拉斯, 6月17日,在位于希腊边境普雷斯帕古地区的普萨拉泽斯举行的签字仪式上,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中展示马其顿总理扎埃夫,前左赠送的领带, 比尼克斯托斯迪斯社,过去24年,来一直为解决马其顿国民问题过旋的联合国秘书长特事马修尼米兹, 称在这一协议是公平和有尊严的妥协,为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争端顺利了榜样, 尼米兹还说,这是送给他79岁生日最好的礼物, 据希腊政府官员介绍,马其顿被选国民,还包括金马其顿,上马其顿,最终选定被马其顿, 希普拉斯此前在电视讲话中说, 更明显意清除地区跟希腊马其顿省和我们北边的邻居, 消除马其顿信用宪法国民所含领土收复主义暗示,塑造问题解决者形象, 1991年11月20日,马其顿脱离南斯拉夫宣布独立, 定宪法国民为马其顿共和国,因希腊反对马其顿使用宪法国民, 1993年4月7日,马其顿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暂时国民加入联合国, 希腊认为,马其顿的国民, 暗示马其顿对希腊北部马其顿省存在领土主张,要求其公民, 否则将继续阻碍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, 欧盟曾呼吁马其顿与希腊尽快解决国民争议, 以便开始入盟谈判, 希腊局大多数专家和主流媒体认为, 希腊和马其顿就解决马其顿国民问题, 签署协议对两国都有利, 并置有重要的地区及国际性意义, 此间舆论认为,希腊和马其顿之间, 关于国民问题的争计,已经拖了二十多年, 希腊认识到,它很难改变世界上多数国家, 把这个北部邻国,称为马其顿而不是家, 入联合国时使用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这一事实, 如果再不解决这一问题, 希腊将付出更多代价, 而马其顿这个国民,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, 雅典佩潘塔光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康斯坦丁诺斯贝利斯认为, 这一协议巩固了希腊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, 塑造了其问题解决者的形象, 使希腊能够在处理其头号外交问题, 希腊土耳其关系的问题上, 有更多回旋空间, 也有利于在希腊即将结束接受救助之际, 被自己争取到更多经济方面的支持, 雅典大学县法学教授尼克斯·阿利维扎托斯认为, 在英国脱欧以及美国、俄罗斯、 土耳其和中东地区, 都出现很多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, 尽快解决这类学而未决的问题, 符合希腊自身的利益, 马其顿入门谈判, 因曙光对马其顿来说, 他迫切希望早日加入欧盟和北约, 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, 由于希腊在这两个组织中拥有否决权, 马其顿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定妥协, 就无法搭上欧盟和北约灯扩道下一班列车,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, 马其顿不再宣称亚历山大大帝, 是自己古代历史的一部分, 也不寻求对希腊领土有任何要求, 这使希腊能够接受寄信国民, 被马其顿混合国中, 用马其顿赐养, 两国达成协议后, 欧盟轮值主席国保加利亚说, 更名协议, 将为马其顿入门谈判铺平道路,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, 尔滕贝格说, 协议将使马其顿, 踏上成为北约成员国的道路, 有助于巩固和平与稳定, 希腊欧洲和外交政策基金会总干事, 萨诺斯多克斯认为, 这一些意识风险程度可以接受的光荣妥协, 该进行会主席卢卡斯·卓卡利斯则认为, 双方都需要平衡民族感情, 故事和神话, 做出妥协不可避免, 卓卡利斯说, 长远来看, 有一个把我们看作朋友, 而不是敌人的邻居符合我们的利益, 他说, 正是那些反对任何妥协, 并把有不同意见者, 成为买国者的人, 让国家四处树敌, 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, 6月20日, 欧梦买交予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菲代利卡莫·盖利尼, 左方问马其顿首都斯科普利时 与马其顿总理扎安夫握手, 美联社在这种情况下, 即将交开的欧盟首脑会议, 6月28日至29日和北约首脑会议, 7月11日至12日, 成为双方达成协议的催化计, 协议落实仍存障碍必须指出, 这份协议的执行, 仍然存在一些障碍, 首先是两国强硬判仍然可能进行抗议活动, 干扰协议的执行, 当双边关系或两国国内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时, 国民问题又可能被他们拿出来声势, 17日, 数千名希腊人便在签字现场附近举行抗议活动, 希腊头条故事报, 当天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, 73.2%的希腊人仍然反对马其顿的国民中, 出现马其顿字样, 因此, 如何说服民众是希腊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, 此外, 对齐普拉斯总理领导的希腊执政联盟来说, 最头疼的问题可能在于, 其执政伙伴独立希腊人党领导人, 国防部长塔诺斯坎梅诺斯反对该协议, 并声称该党将在议会就该协议表决时投反对票, 虽然齐普拉斯有可能在一些反对党和独立派议员的支持下, 让议会批准协议, 但执政联盟可能因这一问题结起, 并使政局出现某种程度的动爆, 该协议也需要得到马其顿议会的批准, 并在今年秋天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获得支持, 不过,协议的签署是除了马其顿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不稳定因素, 对更广泛的地区来说也是如此, 贝利斯认为, 解决国民争计为两个邻国, 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创造的条件, 对欧盟来说, 解决这一问题, 消除了其扩大进程上的一个关键障碍, 贝利斯也表示, 法国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, 认为,欧盟机构还没有消化好, 2004年东扩带来的负担, 目前对开启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有顾虑, 因此解决马其顿国民问题并不必然会导致他加入欧盟, 打开参考消息客户端看更多外媒资讯。 感谢观看